4月13號凌晨的嘉義縣布袋鎮規模4.9的地震做一個說明 那這起地震的話是發生在今天的凌晨2點44分36.7秒 那它的正央位置是在嘉義縣的布袋鎮 地震深度是10.4公里 那規模是4.9 各地最大的震度的話是嘉義縣翼祖這邊有偵測到市集的震度 然後嘉義縣的太保市也有偵測到市集的震度 那整個震度分布的話可以請各位參考一下我們這張圖上面的震度分布 那在這一起地震發生過後 在今天凌晨4點的時候 我們有發佈了另外一起地震是規模4.0 那位置也是同樣在嘉義縣的布袋鎮 那這一起地震的話最大的震度是嘉義縣翼祖的市集 那我們從震度分布來看的話 這個深橘色的部分是震度市集的分布範圍 那它主要就是在正央附近幾公里的地方做一個分布 那其他的地區的話 一直到大概中台灣接近北台灣也都有大概有一起的震度 那這是另外一起就是規模4.0那一起的震度分布圖 那我們從今天凌晨就是規模4.9的地震發生之後 到目前為止我們另外有偵測到了六起的有感的地震 那最大的就是剛剛有提到編號199的規模4.0的地震 那震度這些地震的分布就請各位參考一下這張圖 那從我們的整個地質構造來看的話 這個星星的部分就是規模4.9那個地震發生的位置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起地震是發生在我們台灣的西部 那它其實跟我們的板塊碰撞的地方的話 是比較偏在我們板塊碰撞的前緣的部分 就是比較偏我們西部的部分 那我們去搜尋我們過去的歷史地震來看的話 這個星星的部分就是我們早上凌晨的這起地震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過去這附近也都有一些規模4.5的地震發生 那最近的一次的話是在今年的4月初 4月1號有發生了一起4.38的地震是 在我們圖上的編號是10的位置 然後11的位置就是在4月3號有一個規模4.93的地震 是在11號所以在這邊附近在這個區域的話 其實都是持續有一些地震活動 那這個地點的話它跟梅山段等其實距離了大概超過30公里 所以我們研判這起地震的成因比較偏向於是這個區域的一些 比較淺一點的破碎帶所造成的一個地震 然後另外的話最後我們還是針對我們4月3號花蓮地震的余震序列 我們再做一個說明 從主震發生4月3號一直到今天為止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個數上面 有感餘震的個數其實已經很快的慢慢地遞減下來 然後在個數的統計上面 我們截至今天早上9點40分為止 餘震的個數 主震加餘震的個數已經累積到864次 所以其實餘震還是持續有在發生 我們剛剛也有提到說其實在花蓮在今天可能還會有一些局部的雨勢發生 所以還是請各位在花蓮地區的群眾還是注意一下 可能雨勢在地震跟雨勢的狀況下可能會有一些山區落石或是有一些狀況會發生 所以這部分還是請各位在少加留意 所以這部分還是請各位在少加留意